- 手机晶片 那么 讲到供应��도我们就先来讲说 上游这块 你刚刚也提到上 Coro com 手机晶片 或是像 AMD 电脑晶片 NVIDIA 是这个绘图卡的晶片 - 没错 当然 Intel 也是电脑晶片 然後手機晶片 其實這個在美國還是為主了 沒錯 台灣雖然也有IC設計覆蓋 比較大家耳熟能想應該是這個聯發科 沒錯 所以這個是美國顯然是全世界領先的 就是上游 中游的話就是台積電 算是第一名 但是也有競爭對手 像Intel就很不甘心的在後面平民 所以三星也是台積電的對手 下游封裝呢 我們在高雄的熱光 應該是世界算是數一數二 沒錯 這三塊 您要不要稍微講一下 這三塊彼此的 這麼多大公司 我剛講的這些大公司都是 市值很高很高的大公司 他們彼此之間有什麼競爭或是合作關係 像是Intel 如果下單給台積電的話 報紙就會登很大 是是是 可是NVTR下單給台積電 報紙從來不登 是是是 這就表示說這些關係 公司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有一些非常 競爭的 巧妙的競爭關係 對 小妙的競爭關係 是是 我們講一下這一塊是大家什麼樣的狀況 好好 那其實先從剛剛順著院長的話來談 就是說其實 畢竟美國還是在談全世界很多這種創新應用 是最最發達的一個國家 像很多現在 不管是Google啦 Facebook啦 Tesla啦 這些所有很多新興的 或者Uber 這些應用其實都還是 大部分從美國發跡 對 所以他們很就很順理成長 不管從所謂的系統級的產品 或者是晶片的這些IC設計 這個美國在IC設計的上有領域 它向來是占第一名 跟最大的市場占比 那也誠如剛剛院長提到 其實台灣在IC設計 也連發科為首 大大小小台灣有將近 一、兩百家的IC設計公司 對 只是大家的可能大概只有七、八十家 那超級巨大的可能就只剩下五到十家 但是這個整個Ecosystem加起來 也讓台灣在IC設計的這個領域 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回的地步 哦 對 那當然中國這個部分 現在也很集體之追 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所以我們大家在 相信各位聽觀眾朋友 也都從最近的報章上看到 不管是像華為啦、海獅啦 這些都是很多這種 所謂的中國的這些IC設計的應用市場 那產商製造的部分 以專業代工的這種邏輯晶片來看 那當然就是以台積聯電為首 還有台灣有這個世界先進 還有最近這個力經轉的這個所謂的力積電 這些都是所謂金人代工的公司 那在金人代工的領域 台灣的市場戰惡率有兩近六、七成 那當然以台積電 55% 以上 先進制成92% 那佔最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另外就是在談記憶體 記憶體的部分 主要比較強的還是以美國的這個 Micro 那當然最大 對對對 美光 那美光也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外商投資的這個公司 那另外最強的還是這個 韓國的三星跟 Hinex 那台灣的南亞就比較就是比較 或者其他台灣的記憶體 或是比較跟美國做比較近的部分 那半奧體的這個剛剛談的這個 身材的設備跟材料的部分 器具的部分 設備還有EDA設計公司 就比如說我在做 已經變設計了軟體 大部分現在還是比較強的 也還是美 還是美 那這次是一個美國跟這個中國 在談科技戰的過程中 為什麼可以掐脖子 因為你這個這個 柴米油鹽降助材料 身材的拒絕還是美國的廠商 那半奧體的材料裡面呢 有包括美國、日本 那歐洲也有一些 這個半奧體的材料 所以這大概是不同國家 在半奧體的供應鏈 大家的一個分佈 對 我的印象裡面就是 日本的半奧體材料 其實還是供應台灣的大眾 對 那另外半奧體設備 你剛剛講到 其實就是 你剛剛也提到 明台公司ASMO 其實也是國際上面的大眾 其實美國最近封鎖 中國大陸 也是封鎖 也就是封鎖 EUV的設備 也就是封鎖 EUV的設備 半奧中國大陸 對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整個 國際的 這個市場 就是一個很大的供應鏈 對 沒錯 台灣雖然在其中 製造是 等於說是領先 可是 材料來自於 主要日本 設備主要來自於 什麼等等 對 有歐洲 還有日本跟美國 其實以全世界的 設備廠商 前十大 大概有 四家左右是美國 三家大概是歐洲 二家是日本 然後大概兩家是歐洲 所以大設備商 主要還是歐洲 的廠商 OK了解了解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 國際市場上面 非常合眾聯盟 沒錯 錯綜關係的 這個局面 沒錯 真的是這樣 好 好 好